我们接下来我就想要去做下一个动作 就是再写一个小的一个句集 做什么事情呢 把第一列第二列删掉 因为这两列是我用不到的标题 好 所以各位会删掉第一列跟第二列 就是选到它 然后滑鼠右键删除 好所以开发人员一样录制聚集 随便它叫聚集集 反正这个内容是我要的 那个名称到时候我都是要把它删掉 然后选到第一列到第二列 滑鼠右键删除转了 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一样直接去编辑咯 聚集3编辑 我这个内容叫做什么 删除 删除 逼一二列 那个建议你们 就是如果阿拉伯数字的话 不要用那个大写第一第二列 然后选到它 剪下 不是不是不是剪下 复制 复制 然后一样贴在它后面 因为这都是有先后算序的 贴上 贴上就是编辑底下的贴上 好 或者是你用快速键 Ctrl加V 可以吗 这样子是不是蛮清楚的 你放心 现在还没有跳 稍后就开始要跳来跳去了 然后我就关掉这边了 那我想顺便改好 改好 因为等一下我要删掉的是这一列 好 所以我下一个步骤 是不是要把这个 因为这个栏位是正确的 对不对 这个栏位是正确的 其实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去思考 我要让那个改那个栏位的机会变得很少 而且我尽可能是用它原本既有的字 那通常通常这种会这种发生的情形是非常高的 像那个结婚出生死亡 那个它的这种类别次类别出现的机会是很多的时候 就希望你要善用我现在教的这一招 好 那如何去改 现在我就是要确认这个栏位名称 如何做呢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好 假设叫聚集室 然后接下来将游标移到这一格 你就自己打字 好 例如说移到人口数加下底线G 打完记得按Enter 接下来到这一格就输入人口数下底线男 这个人口数下底线女 当然你不按Enter其实应该是按这个打勾啦 代表说你输入完毕 这样了解 这才是以色尔他希望你做的事情 好 那 我是不是就改完了 所以我就停止录制 然后一样接下来去 不是编辑这一个 是编辑聚集4 聚集3就可以先删掉 然后聚集4 编辑 因为 因为其实这这一步都是多做的 就是我请问一下 你打完主成格你习惯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习惯按Enter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子吧 有没有谁打完字之后 再去抓滑鼠点那个打勾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在手顺上面来说 我们其实不需要按那个Enter 可是 如果说你这时候抓滑鼠再去打勾 是不是就是会变速度 就是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删掉的 这个动作也可以删掉 你主要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把储存格 储存格 这个时候所在的储存格 就是做什么事 好 那我们就 它叫做 应该叫零事 零事 做什么 就是修改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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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名 修改 标准 标准 标准栏名 然后请选到它 复制 贴到这边 贴上 好 还有一个动作做完 还有一个动作做完 我们再去执行 所以做完就请你先储存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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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